我們這個MHM的話呢 它其實比我們OBS簡單很多 所以其實使用起來很方便 而且呢 我現在都鼓勵大家 你就直接用雲端就好了 這樣連軟體都不用裝了 不過我們說一下就是說 它的使用雲端是只限定在 電腦版的 瀏覽器 所以如果你用平板或手機 這樣的話 抱歉它就 沒辦法用 因為它 牽涉到比較多 就是那種 鏡頭一個操控的一個部分 所以還是需要 電腦的版本 才有比較完整的功能這樣子 OK 那 如果呢 你想要看一下 我們去年的 那我也把這個連結 擺在這邊 所以你就可以比較一下 因為我們 去年介紹的時候呢 還要用安裝的 比較麻煩 而且呢 其實 可能也不見得每個電腦 裝起來都那麼順利 那經過這樣一年多的一個 就是它的不斷的修正之後 其實我覺得它現在 現在新版的這個線上的已經穩定很多 而且 可以說 它的功能又更方便 跟以前的 跟以前比起來 那當然 我們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你如果要使用這個 的話 一定要怎樣 你看我簡報第一頁在這裡 有跟大家提醒一下 一定要 準備網路攝影機 不然你等一下呢 如果有註冊 登錄進去 你要使用的時候 沒有網路攝影機 它會告訴你 很抱歉 要請你 先安裝網路攝影機 或者是有 我們的那個麥克風 一定要有這個裝置 不然 它也很難發揮作用 OK OK 這個是 跟大家 先分享一下的 那麼 我們呢 老師呢 您想要直接打開的話呢 這個在 簡報第一頁這裡有一個 它的線上版的網址 您可以先進到這個網址之後呢 幫我 先做一個 登錄的動作 而且呢 它線上版 現在都有 繁體中文 以前它的安裝版 也有繁體中文 那後來 改版之後 反而安裝版沒有繁體中文的 從今年的改版開始 繁體中文反而沒有在安裝版裡面 所以 我都鼓勵大家 你就直接用線上版 好那你就 來這邊幫我先註冊一個帳號 那老師知道的 Google搜尋最快 好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您待會呢 可以先幫我利用一點時間 到上面這邊註冊一下 那我們這裡呢 另外一個就是 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 準備另外一個 這個是小軟體啦 如果說您想要用您的網路 應該說手機的 鏡頭 當作是網路攝影機的話 那您可以考慮 用這個printlens 這樣的虛擬攝影機 那這樣的虛擬攝影機呢 它 裝起來之後 預設呢 會給您三台 好你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我在現場的 好這個是我 從我手機畫面 我現在因為翻轉的關係 所以那個畫面 顛倒了 但是 你可以看到 那如果我要做去背 OK 我也可以在這裡面直接做去背 翻轉過來 等一下 你加 好 糟糕 OKOK 反正這樣你有看到 哈哈哈 好 我把它翻回去 好所以我用 先用原來的 有沒有 好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我就可以用我的手機 像 像這裡 這樣各位就看到我的鏡頭 對嗎 這樣子的話呢 你還是要裝麥克風 因為它抓的是什麼 視訊畫面而已 它沒有 從你的 那個手機去抓到所謂的聲音的部分 好 那 這個是您可以考慮的 那一樣的我們今天 也都會錄影 那再來就是呢 右手邊 我自己錄影的部分我會放在這裡 那中心也有中心的錄影 都可以 回顧好那麼 另外這邊呢就是 我 整理 有關虛擬攝影碼的部分 那當然包括 OBS 好那也有很多 就是 像 我們現在介紹的這個 這樣的 還有其他的一些 相關的應用 我也都放在上面 這樣大家呢 要 學習 就會相對比較簡單 這個是 先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您今天如果想要來這裡玩 虛擬攝影棚 就是 先了解一下這個 概念 那簡報第2頁呢 這裡 有我的 就是一些 網站 還有一些基本的介紹 那麼 當然我現在也有 建立官方帳號 所以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可以透過這裡找到我 那主要的話呢 我在這邊有我的部落格 有的YouTube頻道 那也會 針對不同的 主題 我有把 我的一些文章 分門別類整理在這邊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 就歡迎您到這個地方來參考